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答應了你們這麼久要拍一條關於3Cons的特集 我終於選好了 精算了一些很值得放在這條影片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在日本3Cons買了這麼多東西 有哪些是值得托回來香港 有什麼是放在日本,留回去不用買 那你就不要錯過今集了,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3Cons在日本有很多分店 東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福岡我都走過 所以大部分的旅遊區只要在Google Map搜尋 就會找到在附近或是商業逛街的地區 除非是一些很鄉下的地區 鄉郊偏遠一點或是未必找到 它是一間主打300日圓的店 大部分的產品都是圍繞著300日圓 但是今年我發現它比較多了500日圓 800日圓甚至乎超過1000日圓的產品 不過它全部的質素我都覺得是不錯 對得著價錢 還有300日圓是20元有找 所以很多的產品我都覺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會有什麼呢?不同的生活用品、廚房用品 雜貨、美妝首飾、寵物小朋友用品 你基本上想到的東西 甚至乎想不到的東西都可以買的 一直以來我都是不停走不停走 好像入了一個無底心潭 20,000日圓20,000日圓的購買 所以我都真的買了很多試了很多 然後精選了我想今天大約10樣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什麼去到日本 你不可以錯過的 首先就說了一些關於美妝的東西 裡面其實有很多眼影或者指甲油 那些我全部都沒有買過來試 我自己太多的彩妝用品 但是一些工具我真的覺得很值得入手的 例如我上次買了這個旅行妝的化妝掃 它一套是有四款的 你看到它極小,整個手掌而已 但是你打開這一邊是會有一個 我上次去旅行的時候已經用了 碎粉掃或者是胭脂、陰影掃都可以的 你打開了之後它設計很好 你是這樣卡上去 然後就可以吸回它,是很衛生 然後另一邊它就會有三個細掃 就會比較像是一些眼影掃 我自己會用這個來做鼻影 然後一個就是做眼影 另外這個是畫一個眼線的blend 你問我它們的毛質是完全很滑 不會刺激,不會刺激,但是它的抓粉能力不是超級好 可以給予一些專櫃產品 專櫃的化妝掃 不是的 它也是一個用來輕便 你去旅行的時候不想拿那麼多 一枝這樣弄好了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另一樣我也覺得是非常之值得去買 就是它一個洗掃的兜兜 它可以用來浪那些掃、洗化妝掃 然後用來洗一些泡泡和做一個收納的 裡面這裡很多不同的凹凸痕 有不同的花紋 我發現洗掃的時候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把那些髒東西拿出來 你用這個洗完之後 就可以利用下面這裡 它不同的形狀 其實你就可以把那些化妝掃塞下去 如果你說這些洞這麼大 有些細小的化妝掃怎麼辦 它有一個細小的洞在旁邊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浪那些化妝掃 然後它有這個帶可以掛在這裡 然後上面就是一些粉泡 可以洗完之後放上去 整個這樣浪 我試過這裡是放到20-30枝化妝掃 是很方便的 輪到這個有一點像我們平時洗臉 鋪在頭那條筋 但是這麼小的 還有它是一對 就是很好用啊 它放在手腕那裡 你洗臉的時候 平時大家如果不是洗臉的時候洗臉 在那個洗手盆 會不會很容易水流到周圍都是 它可以吸收那些水 它是不會把水流到下面 然後一路整身都是 真是簡單一個設計 就可以將這件事美化了 完善了很多 我覺得在FREECONS 是找到很多產品 就是平時我沒有想過要擁有 但是原來當我有了它 生活是便利很多的 而且它會有一個位置是扣著 有顆鈕在那裡的 你就不怕說不見了一個 它永遠都是這樣 一坨是非常之方便的 好 之後就到我最喜歡的 廚房用品部了 因為它裡面真的有很多的小物 是我用完之後愛上了 但是平時你不用 又不會知道自己是覺得 原來我這麼需要這件事 在封面那裡看到這個 這麼小一個 這麼扁的一個沙機 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是夾的 你就可以把它夾在一個鍋裡 之後你煮意粉 或者米線 麵 你需要 盤子裡面的東西保持著 但是又不想再讓我拿一個沙機的話 你就這樣倒水 除了是煮意粉 煮麵之外 就是打火鍋的時候 大家的鍋子不是很難清的 自從有了它 就是把那些水倒進升盤那裡 然後裡面的渣在一個膠袋 扔掉它 之後它是直膠的質地 我又可以把它很容易清洗 而且很軟熟 它不同的鍋子 你都可以把它夾進去 我是沒見過任何一個地方 有類似這一樣的產品買 還是我孤陋寡民呢 然後就到這個小型砧板了 大家平時可能都是用一些很大的 長方型砧板的 但是我真的需要切幾粒蒜頭 一塊薑仔 或者是一個生果的時候 我又不想花這麼大的砧板 還有可能有些位置是很窄 在廚房那裡 剩下一點點 我又想切些東西 這個是非常好用 它300日圓是有兩個的 你看到它使用的痕跡 已經是被我的刀痕刮花了 然後旁邊還有磨薑 還有旁邊是有這樣拱起 它不怕那些東西滾來滾去 你就可以極度方便這樣用 作為一個小主婦 一個小小的家庭主婦 真的很便利 之後另一樣 又是我覺得 我平時是很喜歡做蒜頭 大家都知道我買很多磨蒜器 但是這個我也是要重點介紹給大家 它除了可以磨到蒜蓉之外 它可以切到蒜片 一放下去 然後把它一撕 它就會有這麼多塊 平均 全部一致的蒜片 去切出來 我覺得整件事 再令到那個菜太美 太專業了 它是可以這樣剔出來 很容易去清潔 有時候不是做很大量 而且要蒜蓉是很細很融 的時候 用這個位置去做 是比起用那些一邊摸一摸一摸 更加方便更加快的 還有另一樣東西 又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就是一個批皮器 它有三個不同的位置 首先就是我們平時的批皮 然後就有一個是用來刨絲的 另外還有一個我沒有試過用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應該是刨青瓜那類的 但是出來是哪一個效果 我就不肯定了 總之這個300日圓 是可以這樣的用法 是不是實在超乎了 你對於一個廚具小物的想像 還有這個又是相逢是晚 不要看它這麼小 一用我就離不開它了 它是可以用在廚房 廁所 或者是任何的地方 你看它小小 又這麼扁 其實就很適合用來煎一些的水 把所有的水 放回洗手盆 或者是把它剷回去那個渠 是很有用的 我記得是300日圓有兩個 所以它是很划算用的 放在家是非常之有用 又不亞位的小物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大部分的產品 全部都是這種奶油式 也是我很喜歡這間店的原因 全部東西是融入到 在不同風格的家 所以我每次都是瘋了這樣買 還有你會以為那些東西 可能都未必有用 全部都很喜歡用 這一張的墊是一個少少毛巾的質地 有點厚度的 但是它又不是毛巾那麼軟 又比較上挺身 我一塊就放在廚房那裡 可能是碗還沒乾完 就放下去它吸水吸得很好 或者是我去完沙灘的物品濕了 我要把它平乾的時候 放它在底下是很好用的 你買回來的時候 這些又不算亞位 它又不佔空間的話 我都覺得是很值得 比起平時我們用毛巾 我發現它吸水的能力 是好很多很多的 還有就是我放在後面 它是一個很可愛的直膠的一塊東西 放了我的直髮夾在裡面 它可以用來做一個小小的收納 譬如說平時這麼大個 你就把它夾著它 然後固一固 它就可以這樣捲在一起 另外就是我平時開了這個直髮夾 然後它是熱的 我放在廁所 放在一些桌子 我又怕弄到那張桌子 所以放它在上面 它做到一個隔熱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之好和方便 你弄完之後 直接這樣捲起來 然後放回去 你又不需要怕 它這麼熱我怎麼辦 這樣就可以放在你平時放這個直髮夾的地方 還有這個 又是買完之後超級喜歡 它是Switch的手掣 我買了是一個淺粉紅色 超級漂亮的夢幻 大家都知道Switch的手掣是這個 它是對的 很省位 不佔空間 很方便 但是手感不好 也是事實 所以從小打機打到大 我都習慣了有這些裝飾 舒服很多 這樣打機才是打機的 我覺得它們的電子產品 如果計算性格比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要說一些質素 或者你對這些電子產品很有要求 它們未必做到一個極高的標準 是漂亮 而且值得去用一下 操用是OK的 接著就說一些我覺得未必是很值得買的東西 這個頸固非常之多 朋友問 我自己也是去日本的時候 極度有興趣 我衝著它去FREECONS買的 它就是這樣 固在頸上 然後就會涼 我現在這樣固已經是馬上涼了很多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它不值得呢 是因為它只能量到一個小時左右 我出去的時候 除非真的打算大約一個小時 如果不是我出去全日玩 我帶著它 一個小時之後它就不冷了 然後我就要裝著這個東西 全日它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它是800日圓 即是大約四十五十多元左右 我覺得大家自己想想想 然後另一個就是我手上 這張類似地毯 它是貴早肚的那種 比起平時我們放在浴室的那種貴早肚 它不是硬的 它是軟的 不會凍冰冰 而且不會一攤水的 你一踩下去它就吸收那些水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未必值得帶回來呢 就是它剛剛開始的包裝 就是這樣捲住了一卷 你的行李箱未必有這麼多位的 當初我是買了兩卷 整個行李箱是沒有了一半的 這樣抬回來 而且它也好像是800日圓 我覺得除非來是很有空間 如果不是 是不是值得去到這個地步捧回來 就要看大家的需要 不是一樣伏的東西 我在3Cons買的所有東西 從來都沒有覺得是伏的 它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這一把傘 如果有看過IG的話 應該是知道它是chopper 給狗仔用的啫喱 它打開了那把啫喱是向下 它前面這裡 是有一條帶給你扣住它的狗繩 所以是一個非常之有趣 又用到又方便的產品 但是究竟下雨的時候 我有多少時間會被chopper這樣落地呢 它是一樣我沒有想過會發明到的產品 但是又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我對於3Cons的印象 每一次進去我都會覺得自己 是在發現新大陸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也有很多很普通而實用的東西 我沒有放在這裡說 一些不同的杯杯碟碟 一些鍋 或者是一些筷子 梁根 我買了很多很多生活小物 我發現我說漏了這個 所以金先生你幫我示範 它打開出來 是一個 耳筒的清潔器 上面是會有點尖尖的 但是最神奇的地方 不是這裡 你試一下把它拔開 這個是可以把它剔開去 然後呢 後面就是一個無湧湧的圓筒形 是可以插進耳筒的位置 不是啊 不是啊 是這個啊 死木仔 這個人呢 就是平時沒有清開耳機的習慣 你就是這樣插進去 然後它另外這一邊 那些尖的位置 就可以很細微地挑不同的髒東西 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覺得有參考價值 我覺得我說得很興奮 但是就可以證明我究竟有多喜歡 還有 有多into這個地方 不停地去買不同的東西 我有一件東西 是找到現在都買不到的 就是有個盤 是可以把你解凍的時間減一半 例如平時可能你解凍一塊扒 是要40分鐘的 你放了上去這一塊東西 它就可以20分鐘解凍完 我覺得很神奇 但是到現在我都找不到 希望下次去日本的時候 就可以買到它 再跟大家分享了 好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遺忘了說這個 在3Coin有很多食物 都是300日圓 是Made in Korea的 如果大家喜歡買耳環 戒指 手鏈鏈的話 不妨過去看看 你可能會不小心 買了很多回來 我第一次就是這樣失手的了 OK